都收拾完了,准备出发了 下回再回这个家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今年也不知道能不能回来过年或者怎么样的 走了,有种想哭的冲动 挺舍不饿的 hello大家好,小鱼 今天呢,我和我爸就准备正式出发了 然后早上起来,6点来钟就起来了 一直收拾到现在啊,现在已经8点了 我以为昨天都收拾的差不多了 结果还有一些东西要收拾 我爸在那弄的,然后我在弄我的东西 我的东西基本上就是这些洗脸啥的 然后还有一些忘记的零了八岁的东西 简直已经乱的不像样了,屋里头 这些东西得重新装一下 然后炕上这些 然后我爸在这,你看什么大泡沫箱子 这都是我们要带去哈尔滨的 居然带这么多东西 里面装的什么馒头啊 我们家一冬天吃的冻菜啥的 我还剩老多了 你看这还有 这都带不走了 我们都准备去给我大咕咕了 你看这冻的这些菜啥的 还有这老鞋桌子上的这些 秦司今天要走 脏起来,把腿就能走 结果没想到脏起来又收拾 半天收拾出来这么多东西 然后为了保险起见 我和我爸准备一会儿那个啥 走之前再去上医院 抠个嗓子 我的天哪 可算装完车了 你们看看 我的天哪 塞的满满当当的 我的妈呀 我是没有多少东西 后装上这些 你看这些吃的 这都带到哈尔滨 带到我弟弟那的 然后那个泡沫箱也是 这里面都是泡沫箱 里面装的肉装的肠 那装的馒头 什么烂七八糟的 我爸这都预备着 我们去哈尔滨吃的 哎呦我天 然后这个 这两个是我爸的行李 这怎么还有呢 这没地方了 这干大姑吧 拿一小袋吧 上哈尔滨吃 那就拿着 这两袋大的 这大姑 这真是搬家了 这真是搬家了 我的天哪你们看看 你们看看 但这些东西像这个大乡什么的 我们到哈尔滨之后 从哈尔滨去北京的时候就不拉了 就是现在暂时拉到哈尔滨 这老鞋 我们要在哈尔滨大概是得待待 半个月吧 实际上你把那泡沫都装了 那就装着吧 我头疼 哎呀 这老些东西 这真是考验这台小五龄了 真的 刚出发 他又 他就要接受 莫大的考验 真的 这现在几点了 我看看 现在九点了 我和我爸一脏起来 已经收拾三个小时了 还没收拾完呢 九点了 现在已经 今天天是真暖和的 一会儿还得装二狗 二狗现在也老胖了 我现在给二狗撑成他多沉了 哎呦我天 来 上来来 上 来坐这 来上 上来来 两只咬一块来 这个也上来 听话来 再说听话 来来 上好 坐了 坐 坐好了 坐好过来坐 54斤半 你才50多斤 没有七八十斤呢 我抱你 带了一身狗狗 行 下来吧 好 真乖 我爸又耗了一袋大葱 然后还有这韭菜 韭菜 这全都是带哈尔滨的 我的天呢 屋里头也收拾差不多了 看着 全盖上了 这面也是 电视也盖上了 柜子 都差不多了 炕上也盖了一堆 这是充电器啥的 要带走的 嗯 就和首饰板正里说了 都收拾完了 准备出发了 下回再回这个家 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今年 也不知道 能不能回来过年 或者怎么样的 走了 有种想哭的冲动 挺舍不得的 二狗也上车了 这以后就是你的窝了 知道吗 这以后就是咱俩的家了 我真怕他把我那些东西砍了 你 嗅啥 闻不啥呢 坐下 听话 来 关门了 听话听话 坐好了 好 关上了 哦 这个窗户的 这个的给 开开 窗帘的开开 要不倒视野 准备开车 走了啊 哎 现在倒车已经炼得 炉火纯青了 正式出发了 是 谢谢观看